圣火将远渡重阳,从10月30号开始,在加拿大境内传递 圣火得到人的欢迎,接下来的新闻依然跟火有关,不过这样的火可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日前在浙江温州某停车场凌晨发生了火灾,火是非常的猛烈,停车场内的车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在火灾现场,记者看到,靠在道路旁边的这辆车烧的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 停车场工作人员介绍,有几辆车完全报废,准时大约20万元左右 火灾大概是凌晨4点30分左右发生的,当工作人员发现时,火势已经非常大了 当地消防官兵接爆后,火速赶往现场,用水枪与泡沫枪压制火势 并对车辆油箱进行全方位冷却,防止爆炸事故发生 40分钟过后,大火被扑灭,目前消防部门正在对此次火灾的原因展开调查 是自然还是人为原因尚不知晓 现在开车的人士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安全交通收费等问题也越发的牵动人心 位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新黑县,近期频繁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车辆拥堵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新黑县综达新州太原西街陕西省神木县的神盘公路 是神木县煤炭东运最便捷的通道 车多路窄,再加上路况较差 客观上就造成了车辆拥堵 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原因 不过,我们的记者在前往实地调查以后发现 导致新黑县大堵车实际上还有不少人为因素 在调查中,有许多司机向记者反映 新黑县和神盘公路原县各种收费站检查点设置过多 记者实地进行了体验 从陕西省神木县到山西省新州市270公里的路程 在驾驶小型车辆的情况下 记者仍然走了将近10个小时 沿途的收费站,超线超载检测站 煤炭计量复查站等各式各样的站点共有10多个 而在黄河大桥两侧 也就是神盘公路和新黑县两条路交汇的平静地带 关卡反而最多 仅仅5、6公里的地段就集中了4、5个检测点 新县碧村至超检测点就位于新神黄河大桥东侧的山坡上 记者到这里的时候 办房里并没有人职守 但电脑还开着 在发现记者拍摄后 很快有人拆掉了检测点的标牌 当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因为设备出现一些故障 这个检测点从10月7号起暂停运行 而调查中记者发现 这个至超检测站根本没有得到过山西省人民政府的批准 据过往的司机反映 这个检测点从4月份建起来后 逢车必检 每检一台车要5分钟左右 而检测点就设置在黄河大桥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